约有在我的求婚仪式上宣布 与白月光商业联姻 系统判定我攻略失败 删除了我对他的全部记忆 从那以后 我忘记了关于他的一切 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 占据行业领先地位 可当我表明自己失忆 拒绝投资他的公司时 他却红着眼睛之问道 我和他只是逢场作戏 你吃醋也要有个限度 为什么就是不肯帮我 我却只觉得可笑 我是失忆 又不是失智 干嘛要做亏本的生意 柳小姐 请问你与苏先生 是要进行商业联姻吗 记者的话筒 一直伸到柳如烟的嘴边 等着他开口 柳如烟微笑着摇了摇头 看到他这样的回应 我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因为柳如烟是我的女朋友 我相信她不会背叛我 与别人结婚的 可下一秒 只见柳如烟 亲密地挽住了苏锦文的胳膊 调皮地眨了眨眼道 我们不是商业联姻 我们是真爱 而苏锦文则是一脸宠溺地 看向柳如烟 温柔地摸了摸她的头 一时间 会场内爆发出各种惊喜的尖叫声 柳如烟和苏锦文 简直就是小说照进现实啊 门当户对 狼才女貌 舔死我了 这回竟然刻到真的了 我又相信爱情了 我望着台上的柳如烟和苏锦文 像是被人从背后推了一把 坠入无底的深渊里 摔得粉身碎骨 我默默垂下手 攥紧了手里的婚件 不禁在心中苦笑一声 我和柳如烟相恋七年 为了她的事业 我听从了她的建议 这段地下恋情 没有任何人知道 她也曾向我许诺 等她的公司上市 就宣布我们的恋情 而我也做好了 向她求婚的准备 可她现在却站在聚光灯下 大大方方地宣布 要与别人结婚 一直到记者走后 柳如烟才注意到我 她将我拉到后台 眼中闪过不耐烦 裴行 你能不能懂事一点 不要一副好像 我欠了你八百万的表情 我抑制住眼中的酸涩 反问道 你都要和别人结婚了 难道还要我替你高兴吗 柳如烟皱眉 商业联姻只是炒作 是为了公司好 不得已而为之罢了 你别想太多 好嘛 柳如烟转头看了看 眼见四下无人 才轻轻拉住我的手 安抚般地握了握 我从柳如烟的眼中 看到了疲惫和敷衍 若是以前 我肯定会就此打住 乖乖听她的话 可这次不一样 留给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想到这 我深吸一口气 打开了手中的戒指盒 单膝跪在她面前 如烟 我们说好的 等你的公司上市了 就宣布恋情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紧张地等待着 柳如烟的答复 却见她脸上的表情 越来越冷 下一秒 柳如烟伸手打掉了戒指 生气地说道 陪好你的脑子里 成天就只剩爱情了吗 你要是有 紧温一半的能力 我也不至于这么累 别像个跟屁虫一样 整天就知道拖我的后腿 我幻想过无数次 自己向柳如烟 求婚时的样子 唯独没有想到 她会支持这个反应 像是在我的心口上 狠狠踩了一脚 我正一开口 苏景文突然走了过来 她绅士地敲了敲后台的门 温声道 如烟 大家都等着我们呢 闻言 柳如烟看向苏景文 眼睛一下就亮了起来 好 我马上就来 柳如烟转身的瞬间 我伸手 想要抓住她 却也只是徒劳 洁白的礼服裙摆 从我手心荡过 我看到柳如烟 满眼欢心地朝苏景文 小跑过去 轰的一声 后台的门被关上了 我自嘲地笑了笑 原来爱与不爱这么明显 我想起当初 因为柳如烟的家境不好 被苏景文抛弃 这才导致柳如烟 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轻生跳楼 为了救她 我绑定了付出系统 只要我付出的越多 她能够得到的奖励 就越多 柳如烟说 想要自己创业 我二话不说 辞掉高薪工作 转到她手下的公司 甚至没有向她 要过一分钱的工资 还拿出了自己 所有的积蓄 为了不让她的自尊心 受到伤害 我每次都私下去拉生意 经常因为要赔别的 公司老板喝酒 喝到自己未出血 住进医院 所以她取得的一切成就 几乎都是靠我得来的 可如今 柳如烟却说我拖累她 门外 柳如烟和苏锦文 亲密的交谈声 渐渐消失在耳机 我心里像吃了黄连一样苦 忽然 脑海里响起了系统的声音 宿主 时间已到 你的任务失败了 我想起 今天是最后的期限了 七年里 只要柳如烟被我的付出感动 愿意嫁给我 系统就会给我们功成名就的奖励 和花不完的钱 反之 我将会受到系统的残酷惩罚 我原本以为 今天一定可以成功的 柳如烟却让我输得这样彻底 我苦笑一声 闭上了双眼 或许这样死了也不错 我接受惩罚 抹杀我吧 然而 料想中的痛感并没有袭来 只听系统说道 惩罚是我会和你结绑 并抹去你与柳如烟有关的一切记忆 单方面的付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不等我反应过来 系统已经开始结绑了 我感觉到大脑一阵晕眩 体内有什么东西似合水般流走 系统在剥离的过程中 曾经的回忆如同走马灯般 在我的眼前闪过 我喜欢了柳如烟整整十年 她也曾是我昏暗日子里唯一的光 我凭借自己的努力考上顶尖的学校 但这个学校里非福极贵 我一度被孤立 排挤 我还记得那天晚上 被一群人围堵 他们要我教出自己辛苦做的设计 在我最无助时 是柳如烟挺身而出 拿着一个玻璃酒瓶 吓走了所有人 没事了 你别害怕 她浑身发抖地朝我扬起一个笑 明明自己也怕得要死 却还安慰我 柳如烟带我去学校的湖边散心 弯腰大声喊叫着 她说 只要来到这里喊上一嗓子 所有的烦恼都会飘到九霄云外了 我也学着她的样子 发泄心中的情绪 可喊叫声吸引来了值班的保安 不等我回过神来 她便拉住我的手 带我跑开 傻站着做什么 快走 那一刻 月光朝在她的脸上 柳如烟笑颜如花 我找遍了所有美好的词语 都觉得配不上她 她像山间的精灵 活泼生动 闯入我死水般的日子里 让我的心壶里泛起波澜 柳如烟一边跑一边回头看我 我叫柳如烟你呢 晚风吹起少女的长发 是风动 也是我心动 我知无道 我叫裴行 后来 我得知她和我一样 都是靠自己的实力考进来的 可能是经历相似 我们之间生出一种 惺惺相惜的情感 渐渐熟悉起来 我的专业能力很强 经常帮助柳如烟 可就在我准备进一步发展 想向她表白的时候 却被苏锦文抢了先 她挑衅地说 我给不了柳如烟想要的生活 只有自己才能帮到她 我知道苏锦文家境英时 而柳如烟看向她时 眼中也满是少女的羞怯 我只能选择放手 压下这份情感 眼睁睁地看着她们 成为了男女朋友 可后来 我发现苏锦文和柳如烟在一起 只是想剖弃她的设计创意 拿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后 苏锦文果断分手 去了国外 而柳如烟却患上严重的抑郁症 跳楼轻生 如果不是我绑定了系统 并无微不至地照顾柳如烟 她早就已经死了 柳如烟事业刚起步时 不管多晚 我都陪着 我见证了她的成长过程 看着她从不安适适的女孩 变成了人人尊敬的商界总裁 多年来的付出与陪伴 我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她的男朋友 我原以为我们会一直走下去 直到五个月前 苏锦文回来了 柳如烟开始对我越来越冷淡 我撞见过好几次 她和苏锦文私下见面 问她难道忘记她伤害过你吗 她却道 陪行你不要乱吃醋 锦文现在是行业精英 以前的事都过去 之后我可能还会和她合作 真是可笑 柳如烟竟然这样轻易原谅了她 我这些年的付出又算什么呢 我的心都被她踩烂 死得彻底 或许忘了柳如烟是最好的结果 至少不会再被她伤害 心也不会觉得痛啊 眼前忽然黑了一瞬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 发现一切如常 只是记忆里似乎有一道身影 越来越模糊 我晃了晃头 感觉身体有些乏力 阿航 你没事吧 你这样还能谈合作吗 要不先回家吧 突然胳膊被人扶了一下 我回头发现 是我大学的学妹江岳 我轻笑了一下道 我没事正好在找你呢 下个月展览会的项目 我想跟你合作 你要不要听听我的方案 江岳脸上闪过一丝欣喜 但又有些犹豫到 可是那个项目 江岳还未说完 柳如烟突然推开后台的门 不约到 你们在说什么项目 裴航 我们不是早就说好了吗 要与景文推荐的张经理合作 你在这里和江岳费什么话 我看着门口陌生的脸孔 威乐 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凭什么对我指手画脚 还质疑我选择合作人的能力 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 苏景文刚好过来催他过去 如烟 不是说你礼服的胸针落着了吗 拿到了吗 柳如烟拿起桌上的胸针 从我身边经过时 小声道 陪行离江岳远点 说完 柳如烟还用警告的眼神 弯了江岳一眼 才匆匆离开 我不悦地皱了皱眉 这人还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向江岳 道 你刚刚想说什么来着 江岳摇了摇头 说 没什么你不舒服的话 就先回家吧 其他的事 我们之后再说 我向江岳道别后 便开车先回了家 可开打房门时 我却猛了 看着满屋子少女心十足的装饰 我不确定地退出去看了一眼门派号 没错 是我家啊 难不成有人私闯名宅 不管三七二十一 我决定先把这些讨厌的装饰了 忙完 我已经累得躺在沙发上 耳边响起女人的尖叫声 将我吓了一跳 裴行 你有病吧 这又是在做什么 我站起身 差点也叫出声来 面前站着的是晚宴上的那个女人 我睁大了双眼 质问道 你究竟是谁 为什么会有我家的钥匙 柳如烟咬牙 指着我道 你发什么疯 是瞎了吗 连你自己的女朋友都不认识了 什么 女朋友 我猛了 立马回队 你是有什么异想症吧 我明明是单身 不要随便和我攀撤关系 柳如烟看着我 迟一片刻 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随即生气地说道 你怎么还在为我和景文商业联姻的事吃醋 都说了 是假的 我想起 听今天会场上的人谈论过 和苏锦文订婚的人 好像是叫柳如烟 可我只觉得恶心 怎么还脚踩两只船 这种人怎么会是我的女朋友呢 我冷冷问道 所以你是劈腿了 一瞬间 柳如烟哑口无言 我揉了揉眉心 不想和他扯 快点离开我家 不然我就要报警了 说着 我便拿起手机 柳如烟像是被刺激到了一般 突然冲过来 想要夺走我的手机 不料 他一个没站稳 竟然摔倒在地 气急败坏地指着我道 裴航 你竟然敢这样对我 我屋于地摊开手 你自己摔倒了 还要赖在我身上 真是不可理喻 别在这里碰瓷 快点走 柳如烟艰难地站起身 瞪了我一眼 行 你有种 我又不是没地方去 下一秒 柳如烟便拨了一通电话 对着电话那头的人撒娇道 锦文 你来接我一下吧 裴航吃素装傻 竟然说不认识我 还要赶我走 柳如烟一边说着 还一边得意地瞟了我一眼 可我听着他甜腻的声音 只觉得恶心 如烟 你没事吧 苏锦文一进门便拉住柳如烟的手 还朝我礼貌地聚了一躬 露出为难神色 裴航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你别和如烟闹别扭了 我愿意现在就出面澄清 我和如烟假结婚的事 只是公司那边 我直接了当地打断了他道 别废话了 那是你们的事 和我没有关系 而且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柳如烟的表情变得猙獰起来 指着我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别人都是傻子吗 竟然还敢跟我装失忆 苏锦文露出惊讶的表情 假意关心道 如烟我看裴航 好像不是装的 都这么严重了 要不要带他去医院看看 柳如烟嫌弃地看了我一眼 对着苏锦文娇称道 不用去医院 锦文 你就是太善良了 才会被他欺骗 苏锦文拉了拉柳如烟的手 又温和地对我道 裴航 别开这种玩笑 我知道你心里是有如烟的 如烟虽然每次生气 都会往我家跑 但最后 你不是都主动认错了吗 我听出苏锦文的话语里 有故意炫耀的意思 他心心作态的样子 简直令人发呕 柳如烟拉住苏锦文的手 气恼地向门口迈了一步 锦文 你用不着替他说话 他要装就让他装好了 我们走 我压根懒地看 只希望他们能走快点 我低头打开手机 想联系一下江月 商量合作的事 却无意中发现我给一个备注名为女朋友的人连续转账了七年 而这账户的名字正是柳星辞 我震惊地查看了两遍信息 难道他真的是我女朋友 而且还在我家填补之时的花了我这么多钱 这怎么能忍 我忽然道 等等 柳如烟立马顿住脚步 双手暴毙 高傲地看向我 怎么 后悔了 之前不是还赶我走吗 我嫌弃地皱了皱眉 甩出一账单 在我家白住了七年 房租交了再滚 柳如烟张了张嘴 半天说不出话来 你 苏锦文上前一步 站到柳如烟身前 维护道 裴行你怎么能这么对如烟呢 她是女孩子啊 女孩子最爱脸面了 我看了一眼柳如烟冷吃到 在我家白吃白喝 这就是你要脸面的方式吗 二人顿势语色 柳如烟垂在身侧的手都握紧了 我不耐烦地催促道 快点把钱交了 别耽误我时间 柳如烟气得急促呼吸着 像是受了天大的委屈 指着我 怒持说 裴行 你不要太过分了 除了这个房子 你用的东西 哪一样不是靠我得来的 开什么玩笑 我一个大活人 还需要他养着 我还未开口 苏锦文便义正言辞道 为女生花钱 是男人应该做的 裴行 你非要这笔钱的话 那就我来给好了 我听出了苏锦文的弦外之音 这是故意拉财我 好突出他自己的高尚呢 真叫人作恶 可偏偏柳如烟 感动得一塌糊涂 轻力地挽住 苏锦文的胳膊 锦文 谢谢你 但你的公司 也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不能一直让你为我付出 柳如烟不屑地看向我 晃了晃自己的手机 不就是钱吗 我有的是 他咬了咬牙 不清不愿地把钱转给了我 还不忘羞辱道 裴行 现在你满意了吧 我没想到 你竟然会变成这个样子 满身同臭味 真是好笑 傻子才会和钱过意不去吧 裴行 你最近是不是遇到经济困难了 你可以跟我说啊 毕竟我和如烟是朋友 借你个几十万还是可以的 苏锦文看上去好心 但眼睛里对我的鄙视 却丝毫不加掩饰 我知道他是故意拉踩我 文言 柳如烟更是高高扬起下巴 不懈地哼了一声 锦文 别管他 又不是所有人都像你这样优秀 像裴行这样的 目光短浅 就知道钱 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说着 柳如烟竟然很自然地 在沙发上坐下了 我震惊地看着他这一举动 怎么这么不要脸 他是不打算走了吗 我正欲开口 柳如烟抢先一步 对着我指手画脚道 裴行 你看看你把家里弄得 还不赶快收拾干净 还有 我和锦文在晚宴上忙着应酬 都没吃东西 你快点把饭也做了 有病吧 我真的是要被气笑了 他吃没吃饭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是保姆 苏锦文也假装不好意思地搓了搓手 说 这不太好吧 怎么能让裴行给我做饭呢 我心想 这两人戏还挺多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我忍住想打人的冲动 冷笑道 既然知道不太好 那就快给我滚出去 柳如烟大怒 抓起沙发上的靠枕朝我扔来 钱都已经给你了 你还想怎么样 我避开他扔过来的靠枕 无语之急 那些钱都是我应得的 他竟然觉得 我还应该要对他感恩戴德 真是不可理喻 我还没开口 苏锦文便一脸委屈地抢言道 裴行 是不是因为我要留下吃饭 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那我现在就走好了 毕竟我只是个外人而已 我不想影响你们两个的感情 文言 柳如烟立马情绪激动地站起来 指着我道 裴行你太过分了 要是再这样 我们就分手 我危愣 还有这等好事 正愁他烦人 摆脱不了呢 柳如烟忽然神情得意起来 还以为我是被他吓住了 裴行 你怕了吧 除非你给锦文道歉 不然 我听出他这是在给我台阶下 好像料定了我不会和他分手 可我只觉得他啰嗦 立马白手打断道 你别说了 我们分手 柳如烟站在原地 刹那间 表情都变得有些僵硬 半赏才道 你刚刚 说什么 你真的要跟我分手 我冷漠地看着他平静道 你没有听错 我们现在已经分手了 柳如烟摇了摇头 震惊地看向我 身形都有些不稳 苏锦文赶忙扶住他 又对着我劝慰道 裴行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吧 怎么能开这么大的玩笑呢 我不耐烦地从鼻腔里呼出一口气 催促道 我没开玩笑 也没时间跟你们闲扯 快点离开我家 柳如烟还想说些什么 我完全不给他反应的机会 直接给物业打了个电话 让他们来处理 物业的效率很高 一来就毫不客气地 将二人从沙发上拽起 放开我 你们都给我放开 柳如烟撒泼般地想要这么脱开 头发都凌乱了 就连苏锦文的衣袖都被拽皱 我一脚踢出柳如烟的行李箱 二人狼狈不堪地被关在了门外 少了碍事的人 刹那间 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 我平复了一下心情 做到书房的电脑前 专心研究工作 我打开手机 顺利地联系上了江岳 在交谈的过程中 我越发觉得江岳是最佳的合作负责人 她才思敏捷 不骄不躁 提出的每一个方案要点都能恰到好处 而且江岳的态度也很好 对我更是赞不绝口 语气里都能听出稀才之意 阿航 我们公司真的很看好你 以你的能力自己开一家公司都不成问题 你现在所在的公司太取材了 我早就想挖你过来了 一直苦于没有机会 还好 这次终于可以一起工作了 挂掉电话以后 我回味着江岳的话 发现了一丝端倪 似乎我现在的公司对我并不是很好 思索间 我感到一阵阵头疼 我的记忆好像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我站起身 在家里翻找出了工作牌 发现我现在任职的公司 老板竟然是柳如烟 我立马在电脑上搜索相关信息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因为更可期的是 这些年我为柳如烟的公司创造了无数的财富 但柳如烟竟然从未给过我一分钱的工资 好你个柳如烟 竟然把我当免费劳动力使 我气得牙痒痒 合上电脑 一夜都没睡着 第二天 我很早便来到了公司工位上 想要了解一下更多的情况 我刚坐下还没有多久 柳如烟也踩着高跟鞋过来了 她走到我面前嘲讽道 裴行你昨天不是硬气吗 还不是一大早就来了公司 别以为你这样我就能轻易原谅你了 我专心盯着电脑 看都没看她一眼 柳如烟生气地敲了敲我面前的桌子 行了 别装了 少跟我玩这种欲擒故纵的把戏 随即 柳如烟甩给我一个文件夹 一致气使道 培行态度放端正一点 快点把这份报表做了 别耽误工作 我懒散地掀起眼帘 不耐烦地看了她一眼 伸手打掉了桌子上的文件夹 缓缓站起身 也反手甩了一份文件给柳如烟 平静地说道 这是我的辞职报告 柳如烟看着我的辞职报告 骤然间睁大眼睛 后退了两步 语气里带着韵怒 培行 我明明都跟你解释清楚了 你怎么这么小心眼 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吗 这女的还真是自恋 我皱眉 强调道 柳如烟 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柳如烟定定地看着我 似乎是想从我的脸上 找到我在开玩笑的证据 可我面色坚定 心意已决 柳如烟眼眼中闪过一丝怀疑 但很快便眼射过去 仍然执着道 培行别闹了 我真的很累 说着 她已经走到了文件粉碎机面前 伸手要我手中的辞职报告 看着她伸过来的手 我心中的怒火蹭蹭往上冒 她是把人当傻子吗 我在这公司里任劳任怨这么多年 柳如烟捞进了好处 我却各种被压榨 事到如今 她还想困住我 门都没有 我冷眼看着柳如烟立声道 我想你搞错了 辞职这件事 我只是通知你 并不是来和你商量的 一瞬间 柳如烟的怒意染红了脸颊 像只被人戏耍了的猴子 她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故意打击我说 裴行你算个什么东西 离开我的公司 还有谁肯收留你 有本事你现在就走 我无所谓的笑笑 打开手机 亮出一张长长的账单 不用你说我也会走的 但走之前 麻烦刘总把这些年欠我的工资 先结一下 柳如烟看着账单上的数字 一瞬间目瞪口呆 你 你什么意思 我理直气壮倒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还能有几个意思 柳如烟的眉头 立马皱成一个穿字 你现在竟然要跟我算账 你当初明明说过 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都是不计回报的 我用看智障一样的目光 看向柳如烟 我怎么可能说过这种话 我两手一摊 反问道 你有证据吗 柳如烟张了张嘴 一时余色 我知道 她这样子 是拿不出证据的 片刻 柳如烟才鼓足点气势 说 这些可都是你当初亲口跟我说的 你别不承认了 我冷笑 反击说 口空无凭 那就是没有证据啊 但我进公司的时候 可是和你签了劳务合同的 如果你不能爽快地把工资结了 我就只好去法院告你了 柳如烟还想再说些什么 可我不想听她废话 转身便离开了公司 裴行 身后 柳如烟急匆匆地追了出来 因为走得太快 不小心摔了一跤 她委屈地喊我 裴行 我都摔倒了 你就不能扶我一下吗 我顿住脚步 转头怒对道 矫情什么 你是摔成四肢残废了吗 自己不能起来 不会穿高跟鞋就别穿 竟给人找麻烦 我明明是在骂她 柳如烟的脸上 却闪过一丝欣喜 你还知道我穿不习惯高跟鞋 裴行 你心里明明有我 为什么不肯承认 一瞬间 我痛苦地捂住了大脑 头疼欲裂 眼前突然黑成一片 我不受控制地晕了过去 醒来后 自己已经躺在医院里了 我从病床上坐起身 发现柳如烟竟然也在 我看到柳如烟的眼睛 竟然有一点红 见我醒来 更是不等我同意 便拉住了我的手 她颓然地摇了摇头 语气里染上伤心 阿航 医生说你失去了 关于我的那部分记忆 可这怎么可能呢 你明明说过 这辈子就算是死 也不会忘了我的 你记得所有人 却唯独忘了我 这一定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联合医生在骗我 看到她这个样子 我只觉得心烦 我把自己的手 从柳如烟的手心里抽出来 面无表情地开口道 我早就说过了 我不记得你 是你自己不相信 柳如烟看了一眼 自己空空如也的手心 好像下一秒就要哭出来 她看向我 说 难道你要食言了吗 就在这时 病房的电视上 播放着苏锦文 和柳如烟订婚的消息 只见电视中的柳如烟 含情默默地注视着苏锦文 在摄像机镜头的捕捉下 柳如烟面色娇秀地 向苏锦文送去一个吻 我指着电视 声音也冷了三分 柳如烟 先食言的人是你 你根本就不爱我 我看着电视机里 二人甜蜜恩爱的样子 虽然心中毫无波澜 但我也能想象出 如果我曾经爱过他 一定也被他伤得很深 失去的记忆 与我而言不是一件坏事 相反 这是一种解脱 柳如烟有些慌乱地 拿起遥控器 将电视关掉 她强撑起一个笑解释说 那些都是假的 你听我 柳如烟后半句话还未说完 口袋里的手机便响了起来 她看了一眼来电显示 毫不犹豫地接通 景文 你找我有事 好 我马上就过去 柳如烟起身 甚至来不及看我一眼 只丢下一句话 裴航 剩下的事 我下次再跟你说 我望着柳如烟离开的背影 恍惚间觉得有些熟悉 但我并不在意 我知道他的心不在我这里 这样的人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 医生进来仔细检查了一番 说我的身体并无大碍 我迅速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立马出院 我不想和柳如烟再有任何的瓜葛 直接拉黑了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没有必要为了无关轻重的人 浪费我宝贵的时间 我一心扑在工作上 专注于自己的事业 一个月后 经过我的不懈努力 我的公司一上市 便成为了行业的领头羊 商业晚宴上 我被人重心捧月般地包围着 公围声不断 裴总 您真是年轻有为啊 贵公司能够跟我们合作 真是我们无上的荣幸啊 这个项目就要仰仗您了 还请您多费心 我礼貌地微笑着 与朝我敬酒的人说着客套话 他们一杯杯的酒水下肚 却还关心我 要我少喝点 原来这就是成功人士的待遇嘛 正当我感慨世界的现实时 不经意间 在人群里看到了柳如烟 柳如烟似乎也注意到了我 静止地朝我走来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脸上写满了惊讶 缓缓开口道 陪行你这些天 变化还挺大的 既然自己开了一家公司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 我怎么样都联系不上你 我轻轻晃了晃手中的高脚杯 毫不客气地开口道 别那么自恋 不是故意躲着你 我只是不想和有福之夫 扯上关系罢了 柳如烟露出微笑 声音软下几分 陪行 你是不是还在建议 新闻上那件事啊 订婚什么的都是假的 时间一到 我与景文的关系 便会作废 你再等等我 好嘛 我漫步精心地理了李一秀 平静地说道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和我没关系 而且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失忆了 现在对你一点感情都没有 所以请你自重 别再缠着我了 不知道柳如烟哪里来的自信 笃定了我放不下他 既然拦住了我的去路 不死心道 我和景文只是逢场作戏 我真的不喜欢他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我呢 我低头 看到他手上戴着的婚戒 只觉得讽刺 如果柳如烟真的不喜欢苏景文 为什么要带着他送的东西呢 何况还是婚戒这样严肃贵重的物品 难道在柳如烟眼中 婚姻也如同儿戏一般吗 耳边又响起柳如烟的声音 他竟然大言不惭道 裴行 要不然你投资我的公司吧 只要你投资了 我便不用和景文继续作戏 我们可以直接签合同 这样我就能回到你身边了 柳如烟的幻想还真是好 说得他自己都被打动了 只可惜 我是绝不会同意的 我放下手中的酒杯冷吃到 投资你 你配吗 我是失忆了 又不是失职 为什么要做亏本的买卖 事实上 我早就查过柳如烟的公司 自从与苏景文合作以后 他的公司就一直在亏损 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 只能自己出来拉投资 可他又拉不下面子 在会场里晃悠了半天 今天一个投资都没有拉倒 柳如烟急忙为自己争取机会 不是的 我的公司经营很好的 各项条件都很优秀 只要你同意签约 我一定可以向你证明 柳如烟将自己的公司 说得天花乱坠 但我不想和他在这里纠缠 看着就心烦 我转身往休息室走去 柳如烟却一直 不依不饶地跟着我 我停下脚步 道 别跟着我了 谁料 柳如烟忽然靠近我 仰起头想要亲我 裴行 你别生气了 好嘛 我立马慌张地让开 想到电视上 他也这样亲过苏锦文 一时间 我只觉得恶心 柳如烟像是被我的举动伤害到了 眼中闪过不可置信 南南 你真的 一点都不记得我了 柳如烟慌忙 掏出一张信纸递给我 我有些愣神 因为最上面 是我的字迹 写着 我陪行发誓 要一生一世爱柳心词 无条件地支持他 陪着他 下面是另一个人的字迹 写着几乎同样的话 柳如烟有些苦涩地看着我 问道 从前的一切都不作数了吗 我看着信纸 毫无印象 可约定是两个人的事 是柳如烟自己先对不起我的 何况 我现在已经忘了有关他的一切 说这些有什么意义呢 我夺过他手中的信纸 一把撕碎 扔到空中 碎纸沸沸沸扬扬落下 像漫天的雪花转瞬即逝 不会留下半点的痕迹 我把话说的决绝 到此为止吧 别再纠缠了 我们之间早该结束了 柳如烟仰头看着被撕碎的信纸 难难道 怎么可能 阿航 你怎么在这 我们刚刚不是在聊下个月的计划方案吗 江月穿着一袭白裙 向我走来 我知道 她是见我被柳如烟拦住 想替我解围 我丢下柳如烟 向江月点了点头 快步走了过去 我原本以为 柳如烟会就此放手 可直到几天后 我去公司楼下买咖啡的时候 竟然又碰到了她 裴行 柳如烟素面朝天 脸色蜡黄 整个人看上去都是憔悴的 她犹豫地拉住我的手 我发现她的手腕上还留有伤痕 像是被人打的 看来苏锦文对她并不好 我不动神色地抽出自己的手 下一秒 她直接跪在了我面前 红着眼睛说道 阿航我求你救救我吧 我的公司快要倒闭了 如果再拉不到投资 我也不想活了 柳如烟卑微地不像话 完全没有平日里那副 高高在上的样子 可她的公司就是个无敌洞 于情于理 我都不会帮她 我摇了摇头 无奈道 柳如烟 我帮不了你 柳如烟颤抖着手 往口袋里摸了摸 摸出一个白色的手帕 她将手帕小心翼翼地展开 里面静静地躺着一枚戒指 阿航 你还记得这个吗 这是你当初送我的婚戒 我把她找回来了 说着 柳如烟献保式地将戒指递到我面前 我看到戒指的内圈 还刻着我们两个人名字的缩写 但我的心里却觉得不舒服 像是反胃一样 而且听柳如烟的意思 这枚戒指当初并没有为她好好对待 看来 这也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我淡淡道 我不记得了 你扔了吧 柳如烟七处地咬住了下唇 执着地说道 可是我没有弄丢婚戒阿航 你不是说过想要娶我吗 你跟我结婚好不好 我现在就答应你 我长叹了口气说 你没有弄丢婚戒 你只是把我弄丢了 柳如烟 别自欺欺人了 放手吧 柳如烟眼中续满泪花抽气道 阿航 你只是忘了我而已 但你一定还是爱我的 你以前什么都肯为我做 那会儿 我没钱开公司 还是你出的钱 我事业刚起步的时候 你还瞒着我去拉投资 自己喝了好多酒 你买了牛肉舍不得吃 都让给我 说自己不饿 柳如烟说起我们曾经的回忆 试图打动我 唤起我一点记忆 可我一点印象都没有 而且在他的回忆里 我好像永远都是付出的那一个 我不禁致问道 柳如烟 既然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 你为什么要一而再 再而三地践踏我的真心 你呢 这么多年 你又为我做过些什么呢 柳如烟哑口无言 哭得却更加大声了 他摇了摇头 不停地说道 阿航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 对不起没有用 已经造成的伤害 是消失不了的 我既然已经忘记了过去 便不会再重蹈覆辙 我坚定地转身 往公司楼上走去 不再看身后的柳如烟 两个月后 我得知了苏锦文和柳如烟 并没有结婚 只是套走了他所有的钱财 柳如烟的公司倒闭了 遭遇的打击太大 精神也变得有些不正常 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我公司楼下 站了很久 我没有下楼 他在前台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信里写的都是对我的忏悔 说本想跟我当面道个别 但自己已经没有这个资格了 我把信扔进了垃圾桶 再次听到柳如烟的消息 已经是一年后了 一天早上 警察找到我 让我认领柳如烟的尸体 原来苏锦文欺骗了柳如烟后 携款逃跑 柳如烟一直在追寻他的下落 并找准时机杀了苏锦文 万念俱灰之下 自己也自杀了 我摇了摇头 他的结局还真是令人唏嘘 警察说柳如烟是孤儿 在这个城市里 没有其他的亲人了 通过查看他的手机发现 紧急联系人那一栏里 是我的名字 生死是大事 最后我替他说了事 我不知道为什么 感觉他会喜欢胡编 于是我选了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 下葬了他的骨灰 我对那七年里 柳如烟的记忆 依旧找不出半点 或许我曾经爱过这个人 又或许没有 一切尘埃落定以后 这些已经都不重要了 太阳依旧是每天东升西落 阳光长久地照在这片土地上 我抬起头 往远方看去 我的生活一片明朗 我要继续往前走 全文完